小雪大宝吃饭饭 小北姐姐你怎么这样说话 我们不吃饭饭 我知道 到了 小北姐姐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你说话不正常 还不都怪大宝 跟我有什么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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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姐姐你也太搞笑了 不许许我说话呀 不是你 我怎么忽悔 变成这个呀 笑死我了 小北姐姐你别冤枉人了 我可没捉弄你 你们别逗嘴了 小北姐姐到底怎么了 你快说吧 今天早上 我一到就 就 就 停 小北姐姐听你说话太累了 我们还是来看看回忆之境吧 忘了 我不会魔法 不能用回忆之境 大大大宝 你真笨 我来回忆之境 完了 今天又要考试 妈妈老批评我每次都考零分 嘿嘿 不过我有聪明糖果 吃了就能变聪明了 大宝 老师叫你去办公室 快去吧 好吧 糖果先放在座位上 回来再吃 嘿嘿 我都听到了 对不起大宝 这次考一百分的是我才对 聪明糖果 我吃 什么 原来我的糖果是被你吃了 都怪你 我又考了零分 什么呀 你的糖果 一点用都没有 我吃完还是丢了零零零分 说话 变成了这个 可可呀 不可能 聪明糖果是艾莎给我的 难道 艾莎骗了我 我们还是再看看回忆之境吧 回忆之境 可恶 聪明糖果又失败了 这个失败品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又要考虚了 是大宝的哭声 有了 我去跟大宝说 这是聪明糖果 吃了就能考一百分 等他吃了 不就知道有什么作用了 我真聪明 可恶 果然是艾莎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怎么了 没想到 最后是小贝上当了 艾莎 你快把我变变变变回来 我就不 就不 太过分了 大家快给艾莎打零分 那太可恶了 小朋友们都不能给我打零分 要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我怎么也真要说话 总会是受到惩罚了吧 快把小贝姐姐变回来 我马上变变变变回 我 法 我怎么 没没没没没没没回复 别给我打零分了 我是真的 许不出魔法了 我知道了 艾莎现在说话也重复 魔法周语就念不对了 所以 小贝姐姐恢复不了 那怎么办 只能回到小精灵了 可是小精灵 外出还没回来呢 我们可以给小精灵传信号 只要发送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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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精灵就能回来了 小'd小朋友们 你们也快 帮我发送 丧丧丧 小精零零零百